从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3年年度报告 我们可以看到 百年变局下动荡变革期 亚洲各国直面挑战 成为了全球可以依靠的增长动力 和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撑 2023年亚洲将成为全球经济放缓背景向的 全球这个放缓 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在这种背景下 亚洲的增长 亚洲的发展 就是一个最大的亮点 亚洲中 有几个国家 特别是中国 发展 更加引人注目 中国经济的反弹 给亚洲和全球带来了积极的信号 所以亚洲是多边主义的坚定维护者和全球经济治理的积极推动者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这个协定 RCEP 已经生效一年 区域内的贸易投资的制度开放红利 现在正在不断地显现 面对地缘政治的冲突 全球化逆流 亚洲在全球经济治理中 更加地积极有为 所以G20领导人连续两年汇集亚洲 全球治理进入了亚洲时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红吉他